这栋房子算不算美国富豪才能拥有的豪宅呢? 今天听到一个观点,其实还是挺刷新认知的 先说这栋房子,它是位于南加州高档的海岸线社区Nunport Coast 室内有9100尺,占地18000尺,180度的大海景 按照咱们的话来说,就是不到美国这边四分之一的一个小目标 在我看来,这个至少是富豪才能住的大豪宅了 平常其实都不敢想住在这里边 我相信很多人是跟我一样的 但是呢,今天跟住在这边的人闲聊 他就跟我讲,这个呢,是中上阶层的房子 为什么呢?第一个呢,就是像这样的房子在这边是有挺多的 富豪的房子呢,不会有这么多 第二个呢,他就问我,他说在你们国内 像不到四分之一小目标这样的房子 是顶级富豪才能拥有的豪宅吗? 想了想,其实也不是 虽然呢,这里面有汇率差 但是呢,收入也是不同的,对吧? 那么为什么两个群体会对同一栋房子产生不同的认识呢? 到底哪一个才是客观的呢? 您怎么看呢?